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第一个主角之前他曾经是在大陆忙碌高压工作的一个台商 但是后来身体出了状况 所以他就决定回到家里买一块地 他要开始当农夫 但是农夫不是这么好当的 所以在这过程当中他遇到了很多的挫折 在挫折之后他研究出了原来土壤当中 有一个大自然四下的好朋友就是蚯蚓 而透过蚯蚓他也找到了善待土地与大自然共生的办法 我们现在花钱在每一个角落把厨余运到焚化炉去燃烧 然后再花柴油去燃烧然后最后烧出来的东西又没无处可去 我们以后的人一定会笑我们 想我们这代人怎么会这么蠢 厨余只能送去烧掉吗 其实还有更环保的做法 李朝安在桃园自家农场展开一连串的旧土地计划 自古蚯蚓就叫做大地青道夫也叫做大地的耕耘机 先把这个送中完然后我们这边会投蚯蚓 然后把菜叶子放进去 就是达尔文说的嘛除了蚯蚓就没有握土嘛 所以你看这颜色这么黑 然后里面有那么多孔隙长很多微生物 对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分解者 那我们常常讲说植物是攻击者 动物是消费者 可是最重要的是微生物 他发现蚯蚓粪其实是一种很棒的有机质 不但改变地力减少病虫害 还能改善空气品质 它这里面的微生物身上带有负电荷 所以它相对会比较凉一点 而蚯蚓粪带来的生态平衡 也让鸡舍没什么蚊虫和臭味 那小鸡我们从小就给它一些蚯蚓吃 顺便连蚯蚓分别也投入 光泽度比较高 对然后蛋的比重会比较重 像我们的蛋大概八颗一斤 外面市场上大概十颗一斤 他让鸡分区吃虫 在农场里建立一套循环养根农法 这里是他们的快乐农场 立朝安用最自然的方式 让动物和土地和平共处 好 来 吃西瓜 来 咕咕很快 正好我们缩养回来 它的那个里面肠道菌香跟乳牛的菌香很类似 对 我们也需要它分辨去充实我们的微生物的菌香 所以它也是生开练的一款 任何生物都是 任何生物都是 越多样越好 其实立朝安十年前还是个在大陆工作的台商 长期应酬 神体亮红灯才逼着它改变 它回到家乡砸下积蓄 买地当起农夫 一开始却失败了 作物长得差 病虫害不断 土壤里面没有有机质 就是所谓的碳 就是土壤里面太贫乏了 他试着翻文献请教专家 才发现原来大自然早有一套食物网络 其中蚯蚓扮演了重要角色 他开始打听 哪里有农业废弃物 再一车车去载回来 然后后来因为养多了 那么就跟这附近的养牛的啦 养马的啦 跟药粪变 我甚至去到台大的实验农场 去跟药粥粪 老板娘好 我来载菜叶子 有时候逢年过节 要载三车 一次载买 载买一整整一车 这些菜叶果皮 别人当垃圾 他却当城堡 许多店家一开始很错愕 久了也就习惯了 这个榴莲壳 很硬 大概一个星期 就分解了 很快 秋蚓吃得很高兴 嘿咻 嘿咻 嘿鸡饼 嘿 大家 谢谢啊 好 谢谢啊 好 凤梨皮今天算少的 平常大概有三龙到四龙 就跟他讲说我要养蚯蚓啊 不然你到时候 到时候如果清洁队收去 最后也是进了粉化炉啊 因为他里面很自然啊 我们都知道 拿给你的书有没有看 有啊 房地内清洁的路口啊 要继续看哦 对啊 好 那走了 好 再见 好 可以 出来 他早出晚归 四处收菜叶 却总赶不上蚯蚓吃的速度 直到有天 他在附近一块空地 找到这堆宝物 温度还很高 对啊 这个这个你看还热热的呢 还在分解啊 他退休无聊 我想说去跟人家 庭园那些修剪树啊 好像那个路边的路树修剪那些啊 就跟他承包一些那个小小工程啊 他在也不能乱丢啊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收容的地方啊 他自己就找到这块地 他堆放在这里 彭仁翰过去也不知道 要怎么处理这堆废弃木材 李朝安告诉他 与其烧掉造成地球暖化 何不让它变成有机质回归土地 打碎以后叶子以及它残枝 就变成这种碎片 碎片以后我们会放到这边堆 大概一个星期会翻堆一次 用那大型的机械翻堆一次 然后让它均匀扶收 在欧洲国家这些东西 本来政府就会准备这些机器设备 去把这些行道树破碎了 然后做成堆肥 分种也吃免嘛 那台湾政府这边并没有做这些动作 但他不想放弃 这几年为了收农业废弃物 李朝安没少吃苦头 意外的收获是交了不少朋友 为他们带来观念的翻转 彭仁翰决定和他一起做傻事 投入一个没有报酬的工作 他本来是说要赞助我50万元 让我去把这些蚯蚓堆肥 把它给做大 那我说这个钱你那不如买一些破碎机 结果他就后来就一台两台 现在已经第二台了 他是真的爱地球 爱这些土地 希望大家活得很健康 就是需要这个东西去还原这个大地 不要浪费掉 所以我说没关系 我来投资把它搅碎 打碎的木料分送给附近农民做堆肥 友善环境 还能带回去养蚯蚓 这个蚯蚓超爱 塞一塞塞一塞 这边水稻田就可以用了 我们只是希望说 让大家知道说 蚯蚓对于生态的无形价值 蜜蜂不见了 我们大家都知道 但是藏在土壤底下的主要分解者 蚯蚓一直在消失当中 这几年跑下来 他意识到农业废弃物 造成环境污染的问题 比想象中严重 尤其厨鱼量最是惊人 因为非洲猪瘟 然后我们开始看了一些新闻 自己去查阅了一些相关的一些报道 才知道说 我们台湾的厨鱼量是这么的大 那么我们的厨鱼的 我们所谓的食物的浪费程度 是这么的高 追查发现 台湾居然平均每天 产出1500多公顿的厨鱼 李朝安原本只想把菜种好 才去收菜叶养蚯蚓 现在解决厨余这件事 显然更加急迫 我们这个箱子呢 就是全部利用回收的那个砖板 这是什么用旧砖板 我们坚持到现在没有用新的木料 所以是希望说不要去鼓励伐木 他打造了一个个木箱 李朝安称它叫生物动力生态箱 这植物的根它会透到这里面 我们这里面有装了一些机制 就模拟那个蚯蚓的 蚯蚓它在土壤底下的那个结构 植物的根和微生物形成共生 小小木箱蕴含施法自然 实现生物多样性的理想 掀开木板倒进菜叶和一定比例的厨鱼 蚯蚓和微生物就会开始工作 我们这边可以取蚯蚓粪 这里面会有两个产物 一个就是固态的肥料 然后另外一个是液态的肥料 固态的肥料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所谓的团粒结构的土壤 然后没有味道 然后这边就可以取蚯蚓水 蚯蚓水又叫做Compost Tea 就是蚯蚓茶 那么这蚯蚓茶很好玩 你放一段时间以后 它上面会结成一个生物薄膜 那么蚊子的绝绝 它到这里面以后它没办法上来呼吸 它心想要是能把这观念推广到家家户户 不就可以帮助生态少一点破坏吗 于是它买来旧战板 自己动手打造生态箱 我们用烤的 就是日本烧山技术 把它烤过以后 加我们自己养的蜜蜂的蜂蜡 让它吸进去 所以这种防腐可以最终这些木材 回到土壤的时候它没有人工的防腐器 但其实它根本没学过木工 摸索过程很惨烈 这边这样削掉一块肉 这边削掉一块肉 医生是希望我截肢 他希望我截肢 然后他怕我骨髓炎 我刚才说截肢了以后 我们就少了一只指头的功能 我们要拿工具就没办法拿了 包扎好又回来继续赶工出货 木箱已经进化到十几代了 为了延长使用寿命和做到天然防腐 李朝安花了不少时间琢磨研究 我们就希望说在这里 我们收集一些使用者的数据 然后再修正 然后很多使用者 他们也是等于是赞助的性质 他说我给你买 我说那么等用到一段期限以后 我可能会用新的给你换回来 他的理念吸引林婉曼加入 他是生物科技博士 帮忙分析土壤数据和推广理念 他们发现许多偏乡都在水库上游 若是农地能不用农药 就能从源头改善水质 政府部落和生态 不就能达到三营的局面吗 用这样的教学去鼓励他们去改成 类似用自然农法的方式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已经是有抓到诀窍 可以缩短撞强期 所以你可能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你就可以开始有收获 他们和大学谈合作带着生态乡前进部落 在偏乡社区设置关怀据点 向大家宣导生态循环农法 台湾就有500多种 500多种 这个是其中一种 如果说人生有什么很 真正得意或者快乐的事情 我觉得是 今天我做这些事情 然后我周边人也受益了 我做这些事情 然后他们也因此快乐 这几年李朝安烧了不少存款 投入养蚯蚓富裕生态工作 反倒成了不务正业的农夫 园子里的菜 没有时间好好照顾 那些菜很多时候 是我们收回来的厨余 自己发芽 然后长出来的小苗 我们把它移过去 所以我们说 那个叫天种天意 现在的生活和过去 做生意赚大钱完全不同 但获得的健康和心灵满足 又怎么计算呢 因为这块地是我们生长的地方 我们跟它有一定的连结 我们唯一的责任 或许就是把这块地照顾好 我们只是这块地的过客而已 有一天这块土地会交给其他人 我们的后一代 来接手 李朝安从一个 只想把菜种好的农人 变得更有使命感 因为明白只有生态平衡了 人才能自保安康这道理 大自然的循环 有自己的道理 它教我们学习 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的功课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